大家好 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个皇帝 神宗朱玉军的陵墓 说朱玉军很多人不知道 但说到万历皇帝就很有名了 在位48年 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定陵门前这座神功圣德碑 一般是对帝王生前的评价 明十三陵除了常陵有碑文 包括定陵在内 很多陵墓都没有碑文 关于万历 在位头十年有著名的全臣张居正辅佐 想了解的 推荐您看看万历十五年这本书 清正后有万历三大征 后期万历28年不上朝 被批为皇帝的反面典型 有意思的是 万历中后期虽然不上朝 但宦官之乱没有 外戚干政没有 也没有严峰这样的奸臣 对外战士处理的也很好 只是和大臣们在历太子上争执不断 才不愿意上朝 我们看到这个神功圣德碑的左侧 是售票处和游客中心 您可以找导游或者咨询问题 右边是博物馆 主要是食客和出土的一些文物和仿制品 我去的时候没有开放 从检票口查验建康宝和安检以后 你又可以进临门 临门内苍松脆百 正面是凌恩门的遗址 再往后是凌恩殿的遗址 这两处是里自从攻下北京以后烧毁的 乾隆时期虽然重建 但被缩小了规格 在民国的时候又被焚毁 凌恩门和凌恩殿遗址旁边都有侧门 老年人您要腿脚不变可以走这侧门 凌恩殿的遗址前的院子 左侧有卫生间 过了凌恩殿遗址 正面就是灵星门和定灵的明楼 明楼下是标配的食物供 南北两侧是出土的文物展厅 我们先看北侧主要是金器的器皿 玉制品还有金钉和银钉 南侧的展厅是皇帝的官帽和皇后的凤冠 里面的私制品都是仿制品 凤冠我观察了好久 感觉没有想象中的精美和漂亮 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解释说当时的宝石切割和打磨的技术 并不像现在的精细都是原石镶嵌在上面 做工不可能像今天的手势那么精巧 所以看上去没有现在的手势精美 但就当时的技术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继续前行是从这个台阶上去 就是去地宫的路 实际上咱们右侧就是明楼 只是参观的路线被安排先去地宫 一路都会有指示牌 您到了这个房间的位置 马上就要到了地宫的入口 房子门口就是地宫入口 入口处有提示 地宫深27米 空气弱于地面 上下台阶比较多 有疾病的人士慎重 咱们就是从这条路下的地宫 台阶确实很多 挖掘定陵主要是郭沫若主导的 无寒协助 开始是想挖长陵 没找到地宫的入口 后来突然发现了定陵的入口 就先挖了定陵 由于当时的考古挖掘的水平不高 保护技术也不强 大量的文物一出土就腐烂风化了 因此定陵的发掘也被认为是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 后来郭沫若还想挖长陵 被周总理给制止了 我们经过了无数的台阶 终于来到地宫的左配殿 这个是地宫的平面图 我们从入口就会先到左配殿 左配殿里啥也没有 中配殿是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汉白玉宝座 后殿这个就是官国 真的早就腐烂了 现在都是仿制品 定陵的很多文物和资料 在历史上混乱的十年中 经过批牛鬼神神 很多都已经被烧毁了 所以现在您看这个地宫里 基本什么也没有 您最多能看看的 也就是帝王陵的这种样式 您从出口上去还需要爬很多台阶 最后我们从这门出来 以前定陵都是从这个门进出 没有后面那入口 后面那入口应该是后修的 老年人您可以看看这期视频 评估一下是不是非要下这个地宫 从地宫出来以后 咱们就到明楼了 明楼也有碑 上书神宗显皇帝之灵 登上明楼眺望远方 这个果然是个风水宝地 从明楼下来您就逛完了定陵 整个游览时间也就一个多小时 老年人可能会时间长一些 下期视频我给您介绍长陵 更多旅行实用攻略 请观看视频合集 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哦